音樂 這個地方的風景非常的好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 河街台地左邊靠近大漢溪 然後我們有非常豐富的水源 有什麼水庫供應 然後因為是河街台地 它的土壤非常的肥沃 而且排水很好 所以很適合種一些蔬菜還有一些藥草 104年的時候 我從大溪老街轉個彎 意外地闖進越莓這個世外桃園 當時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棟老房子的時候 就很像遇到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一樣 整個越莓休閒農業區 都是我們民宿的大花園 裡面有桃園市唯一國定古蹟里騰方古宅 還有一望無際展現四季風貌的田園風光 也有水資源教育的基地 越莓人工師地 和多功能的運動公園 更有履過建設環境大獎肯定的山珠湖生態園區 就在這短短的三公里路程當中 把老城山川田野所有的吃喝玩樂 全部一網打盡 在越莓休區裡面的民宿提供的不只是一種住宿氛圍的選擇 而是一種慢城慢火的生活印記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水深保護區的一個教育的場域 你怎麼樣讓你的孩子們了解你所使用的水源是怎麼來的 要怎麼樣保護它 它是怎麼樣經過哪些地段 這個地方是一個飛航可以一眼就看到 而且很好說明的地方 有時候你會不經意就發現 那些小生物就在你旁邊出現 你只要願意坐下來靜靜地去感受這個大自然 他就會發現人跟自然是可以共存在這個地方 除了提供餐飲之外 我們有一些心靈的課程 還有藥草的認識 還有我們自己修建農業區的一些體驗活動 比如說我們蘆薈的精油 蘆薈的做成藥膏 蘆薈的果汁 就是蘆薈的膳食 把藥草錄到我們的餐裡面來 讓大家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養生跟健康 那因為地理環境非常的好 那每年的觀光客非常的多 像現在又碰到我們秋天的花彩節 很多遊客到大溪來 那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希望他們會多停留在我們的月美 住在這個地方的很多居民都非常有感 他們甚至於把它當成是他自己家的後花園 他們一天有時候會來個一兩次 早晚拿來散步運動或是遛狗家 我們也很慶幸 因為我們在大溪 大溪以木器為名 那老桌子 老櫃子 擺這個空間也是最好的裝潢 然後可以凸顯我們在大溪 在月美這個老的鄉鎮裡面的獨特自己的味道 尤其在餐廳或農場 那這個台地上面因為有東北季風 所以它空氣的品質非常的好 然後周遭裡面你看我們有蘭花 有蔬菜 有果樹 有退用作物 那這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休閒農業區 阿菀 我們好這是一個很豐富的一條 那是一個很豐富的一條 達到一條家庭的五月 又是那麼豐富的一條 我是豐富的一條 我就是要跟妳的一條 我們好想的了 這是我們的百分之星 我們好想看 它然後玩